I call you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Been bothered by dreams ain't feeling alright You give me comfort say just give me some time 昨天媽媽有對一個雪人的 你們看一下 雪人沒有 沒有 不過地板還有冰耶 再說一次 要去天池請開車 你不要走路 不要妄想你體力很好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胡說三我們來了 我剛剛堆到雪人了 我們蠻幸運的 今天太陽很大 然後地上完全沒有結冰 可是雪人還在 不是 是我剛剛自己在那邊堆一個小雪人 喔你自己堆一個小雪人 是這邊用手 手超痛因為我沒有工具啊 可見這天晚上很冷 很冷 聽說那些雪啊是上禮拜流下來的 已經流了一個禮拜了 哇 所以這天晚上真的非常非常冷 第四次露營 我們就挑戰最高難度的 露營區 你知道這邊海拔多少嗎 兩千多少 兩千 快要兩千五的樣子 嗨 嗨 嗨 你們要不要跟我們一起露營 還好 離開舒適圈吧 一起搭帳篷了啦 有我可以跟你一起搭啦 可是我們今天還是要住下面 不行不行 晚上就要小朋友去睡下面 然後男生睡上面 這一區是最漂亮的 因為那邊就是天池 真的很美 你來自一選嗎 還是他有規定你哪一塊 好像是自一選 可是要去登記 可是晚上應該超冷 超冷 他說零下 來之前我就心事單單跟他們說 我不會去找他們取暖 可是現在好像有點擔心了 好久會有第三次 希望不要 注定啦 來跟我們洗澡 欸今天人好多喔 這麼多人 然後陪我們搭一個帳篷欸 好爽喔 欸你們有吐嗎 我沒有吃運車藥 都沒有吐 除了海拔很高之外 我覺得來的路程也是很高難度 真的剛才蘇珊一路上都超不舒服 然後哥哥也是運車 現在也很不舒服 好趕快開始來露營吧 來搭帳篷 這邊的站板都比較小一點點 不太適合我們的CC3 我就訂了一個大小並列的 可是他後面還有一點點空位 我們等一下先把那個桌子移走 這兩個加起來一個晚上是1350 對 好啦我們來搭帳篷吧 來搭帳篷 搭好了 今天有朋友果然是搭得比較快一點 是不是 今天是遊戲啦 我們搭最快的一次 但是只能說我們這頂CC3啊 真的不適合來福壽山露營 真的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來的話 記得要考慮一下 我們就是沒有做功課做那麼仔細就直接來了 因為這次老爸他們邀請我們一起來 要記得換小帳 對小帳會比較適合啊 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搭好之後啊 進門突然變成哈比屋了 哎呀 因為我們這個大小不夠 所以我們幾乎是在站板的裡面 但還好我沒有什麼壓迫感 沒有辦法可能就直接撞到 對 後面是還好 就算睡覺還好 只是前面的生活空間就會比較危險 跟局限一點點 為什麼這邊是最高難度的露營區呢 因為這邊沒有電 今天不是還更糟 喔對 因為水管爆掉了 所以沒有水 沒水沒電 沒得洗澡 我們職業就是來這邊野營了 反正我本來就不打算洗澡 帶兩個這麼小的小朋友來這邊野營 OK啦OK啦 特別的體驗對不對 所以我們特別有帶一些東西 我們跟Alan哥借的超大的行動電源 充電寶 主要是給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有那個電毯 我們在早點名買了豆點心床電 等一下應該可以用這個充 所以你可以先拿去準備充氣了 今天為什麼會這麼愜意呢 因為新店小廚神在這 真的 你看我帶多大袋 不把你們餵吧 我們今天都不可以睡覺 你說我剛剛搭很久對不對 我跟你講 平常我們就是搭完 然後就馬上坐下來要煮東西 超級熟悄的 我今天整個就很愜意 我就慢慢來慢慢搬 今天就是弄完以後就可以吃東西 太好了我們今天晚上吃什麼 好酷喔 這好酷喔這什麼 這個老爸的商城這次有團購 這顆跑套讓我置入一下 就是有三個功能 可以削的可以刨的 還是你要剉槍嗎什麼 就是一刀三用 這次還有這個燈板 然後有三塊 你可以把它裝在一起 所以家裡面用帶出門用都很適合 可以幫我上一個那個電視購物的那個 可以連結 老爸商城連結會放在底下 你們不是還有在賣這個嗎 那個鍋子 這個一定要推一下 這個彼得也有用過 是特服的 我已經拍了四五次吧 露營都用這個 真的超好用的 它最主要最特別的是這個手柄 可以獨立拆出來 所以你在收的時候很省空間 然後價格又不貴 你又可以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想要燙鍋 這組有幾個鍋子 它有分很多 它有四件組 六件組 八件組到十件組都有 我們用的好像是四件組的 四件組就很好用了 這次我們的優惠蠻特別 我們這次也有好多新玩具 這是我們上次在早點名買的桌子 竹桌 現在放外面 因為裡面放不下 這次裡面佔板太高了 我們的新玩具之一 新的乳具 也是在早點名買的 我們之前露營都沒有用過雙口的 雙口一次就可以煮兩個 蠻快的 現在只有七度欸 會不會它火不夠大 你這個搭乖 不太有問題 還幸福了 我們就忙別人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直接 出一張嘴就可以吃飯 這種感覺太好了吧 而且加了callman這一組之後 我覺得更有露營的感覺 欸這邊可以跟你掛餐具喔 親愛的 這邊 夠好了 這樣 然後牛扒他們煮了一鍋 這個是玉米濃湯 好讚喔 今天晚上吃壽喜燒 山上吃火鍋超讚的 現在的溫度 剩下6度了 太陽漸漸下山了 等一下全黑的話 應該會冷到爆炸 這個涼拌花椰菜滿好吃的 超冷的 那邊冷塊就變涼拌豆腐 涼拌壽喜燒 這放出來真的一下就冷掉了 哇加了我這個燈真的很有氣氛欸 超讚 天色漸暗 現在又是另外一個feu了 我現在裡面已經把暖爐開起來 超暖活的 他們在裡面吃 然後另外一區呢 就在外面 然後我們一樣有帶 瓦斯暖爐 然後跟瓦斯燈 其實也還ok 近一點的話 不會那麼失溫 半夜就不知道幾度了 漸漸的就會變0度了 我聽說啊 月冷的時候手機收訊會不好 喔真的喔 因為手機收訊不好 可惡 原來是因為這樣 然後今天好像真的只有我們來錄影 這一區空蕩蕩的 整個中央山脈的山頭 現在都屬於我們的 吃飽飽 哇晚上吃火鍋好舒服喔 現在已經剩下4度了 你看我的嘴巴 第一次在福壽山 蠻酷的體驗 我覺得手要戴那個手套會差蠻多的 一群人在這邊取暖 好好笑 為什麼要堅持住在外面 我在怎麼吹暖 其實就只有暖這個部位 其他都是冷的 不過裡面真的很溫暖 給你們看裡面的溫度 室內外的溫差真的很大 我裡面有放一個溫度計 欸 它這邊有寫11度欸 不準 這裡面應該有20幾度 11度蠻準的 真的嗎 11度嗎 因為我們沒有全部封起來 而且我們每個人都穿大衣 我剛剛沒有穿大衣 我一進來就起霧了還11度 鏡頭第一次起霧 剛剛沒有穿大衣我是會冷的 輸得要洗完 你這樣玩這麼大嗎 這個會凍傷喔 你看這個油根本起不來啊 這個 洗不掉真的洗不掉 就凝固了啊 我們上次也是很冷的時候 以為洗乾淨了 結果早上一看 全部都凝固在上面 也不可能啦 洗不乾淨 水壓夠熱才可以溶解對不對 對 我們這次買這個 因為上次我們用那個營區的沙拉托 就比較沒有那麼好 就吃手 認真洗啊 呵呵呵 結果我帶手套還沒有洗 呵呵呵 出一張嘴 他們也要拋棄我們了 你們今天住哪裡 超高級小木屋 奢華無敵霹靂超高級 福壽山農場真的超級大 你們下去應該還要再十分鐘齁 十來分啦 你們先幫我把鑰匙領好 如果我待會受不了就會去敲門了 沒關係 直接扣我們就好了 好 剛剛水真的太冰了 那個完全洗不乾淨 你們看 上面都還是油 所以我們決定煮了一鍋水 把它煮熱一點點 等一下再等一下擦一擦 我們明天早上還要煮早餐 還是要先洗一洗 晚上的九點 現在已經來到了三度 可是我們房子裡面都還有十七度 馬如越開越久 那個溫度越來越盛色 目前來講好像 有一點點不方便 可是也沒有到不行 我們剛才發現馬如夠熱 所以我們原本有帶電軟毯 然後要接我們那顆行動電源 可能會先不接 晚上如果真的太冷太冷的話 再來接 期待一下明天我們又有比較多時間 可以在這邊走走逛逛看一下風景 我原本以為我們這邊的湖就叫做天池 結果這邊不是天池 是上面才是 今天是新的床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睡 是豆點的床 剛才久了 其實那個站板比較小的問題也比較適應 就裡面可能會有一個高凸的地方這樣子 爸爸 跟大家晚安囉 拜拜 今天早上帶大家看美麗的風景 拜拜 今天天氣超級好的喔 現在溫度9度 但是太陽超級大的 昨天晚上我覺得睡得還OK 床還要再適應一下 第一次睡豆點的床 他還是比較充氣床一點 所以還是要點時間吃 你睡好嗎 嗯 喔葡萄喔 早安葡萄 然後昨天溫度裡面溫度就真的維持得很好 一路就是大概17度到20度左右 所以就很舒服沒什麼感覺 我們好像也適應了那個沒有暖爐的那個味道 一開始真的很不適應 現在已經適應蠻多了 好啦來做早餐了 早餐想要再做上次我覺得真的 一百分的週 你先試一口看看吧 我沒有試鹹不鹹耶完蛋了 沒味道 我忘記試了 因為上次我用高湯就不用加鹽巴 上次比較好吃 哇QQ 我們要出發來去天池看一下 聽說上面非常的漂亮 我媽早上已經看過了 對啊 要爬很高嗎 不會 是往上走是不是 往上走 OK好 所以我們決定拖著我們的露營推車 終於派上用場了 好啦出發囉 孩子們 來去天池啦 啊 到底為什麼要拉上來 好蠢喔 我媽說的沒錯大概15到20分鐘 上得來 可是 是斜坡的15到20分鐘 就是叫你開車了吧 一切都是美好的回憶 我們到天池了 喔還沒有退冰 我第一次看到潔冰的湖面耶 所以可以滑冰耶 其實來這邊應該是看風景吧 這邊風景剛剛蠻漂亮的 來看一下 很漂亮 好美喔 旁邊還有雪耶 風景不錯 很滑耶 很滑耶 超滑耶 很滑耶 超滑耶 對 地上都還有冰塊耶 好酷喔 旁邊都還有冰 再見天池 明星好漂亮 第二天的晚上 不用抬頭 你直接仰頭就可以看得到耶 對啊 很美 很多耶 其實我們 如果把我們上面那個遮布拿掉的話 我們直接 在帳篷裡面就可以看 現在冬天會有北斗機型嗎 有獵戶啦 喔喔北斗在那裡 你可以看那邊有四個 然後中間有三個 那搖打也是獵戶 哇看得到耶 老爸在把妹 不是啊 你看那邊有四個 懂星座很重要 四個 有看得出來嗎 很明顯啊有四個點啊 我開始知道星座的重要性 喔喔那四個點 我們家星座很多 現在送你啊 他以前有超多個的 你說一個女朋友就一個嗎 對啊 我看到獵戶座了 來我教你 哇 是哪個男生教你的 你的小三角我的 好啦已經是第二天的晚上 我們很厲害耶 我們這次其實帶蠻多吃的上 但是我們親得一乾二淨 零食跟泡麵都親掉了 人都很重要 覺得很棒 所以有人搶你就會想要一直吃 把它吃完然後不想帶回去 對就像剛才那個燒肉一樣 對 自己一家人的話就還好 早安 第三天的早晨 看到太陽非常開心 代表我們可以乾燥收藏 昨天早上太冷了 還沒有聽到什麼聰明鳥叫 就很安靜 就一片寂靜 但今天真的天氣又更好 然後起來就有聽到一些鳥叫啊聰明的 還蠻不錯的 好的我們要離開這個很棒的營區了 我們收完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如果沒有電 然後又像我們這一次第一天沒有水的話 要注意一些什麼 還有如果像這麼大的帳篷 你可以在那裡搭帳 等一下收完再跟大家分享 好的我們收完了 棒棒乾燥收 這次福壽山露營怎麼樣 來一次就好了 可是真的一輩子我覺得如果你是露營咖的話 一定要來一次 它的難度真的蠻高的 因為它沒有電 這附近也是要去便利商店也要20分鐘 然後上來路上啊也是蠻崎嶇的 一定要吃暈車腰才有辦法到 對一定要吃暈車腰 那如果你們要來的話呢 會推薦你們一定要帶一個 比較大的行動電源 不然就是要帶好幾顆行動電源 對 然後我們帶兩個這麼小的小朋友啊 雖然沒有電 可是我們這三天兩夜 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冬天的話你用暖爐就OK了 如果夏天的話應該 晚上應該還是很冷 而且我們暖爐我們還沒有開電塔 基本上其實也可以不用到電 然後洗澡的話我覺得這邊蠻涼的 所以三天兩夜不洗澡也還好 不然就是如果你有朋友 住下面的那個住宿區的話 你可以到你朋友那邊去洗澡 對 整體來講還OK啊 主要就是要帶很多行動電源這樣子 對 很開心我們第四路就直接來朝聖福壽山了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服務中心 浴室 怎麼了?你不行是不是 你不行 我媽不喜歡把它塞克吃 試鑽 當然不像是那種一千五百塊的冬天 等一下 對 是可以洗啊 但是就是 就OK啊 再按下去 大概怎麼樣 我還是盡開 還是你要去老闆就行 我還是要去老闆 好 好